-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節目,我是魚鑽青 今天應該不會有頂尖對談啦,因為公司只剩下老江一個人在鎮守 當然呢這個為什麼,其實你看我還戴著口罩就知道為什麼了 那我想就不用多做解釋了 當然呢,喝了國安感冒糖漿會不會好? 我想真的是狀況應該好非常的多啦 那當然這幾天呢,國安基金進場到今天為止算是要進場的第三天嘛 禮拜一下午說,禮拜二進場,二三四五 應該是第三、第四天嘛 禮拜二說要進場了,第三天 到底這個行情該怎麼看吧? 我也跟大家講過了,國安基金他不可能去追高 他只會去低接,所以今天你怎麼操作? 這跟我們今天期貨的操作也有很大很大的關係喔 等一下跟大家報告,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很簡單,好不好 我們今天很簡單 第一個訊息我怎麼跟大家講 我說國安基金護盤一定是低買嘛 所以壓下來沒什麼壞事 對不對,開盤的時候是不是壓下來? 同事朋友,沒有錯嘛,是不是壓下來 沒有錯,壓下來,不是什麼壞事嘛,不用擔心 然後呢,我們看法不變 三個月之內大盤見低點 你不用急得出手,有低在買就好了 那期貨部分也很簡單 今天一開盤的時候我們看到 期貨今天一開盤的時候 對不對,是不是直接往下開 最低是14333喔 欸,最低是14333喔 有些人就受不了了,哇,對不對 看到他開低,看到他往下一開,你可能要去追空 但我跟人家講,沒有必要 我說今天是14000點的關卡保衛戰 是不是跟我講對了 理論上多方會贏 但是我們觀察一下再出手 那我觀察了一下 我真的觀察了一下 好,觀察了一下 10點左右 14420到30,進場多單 停車50點 欸,之後呢,你可以看到 欸,指數這10點之後就上去了 然後重點是你要在什麼時候出場 這幾天選擇出場的時間都選擇還蠻對的 投資網看清楚 快收盤了我們不流倉 對不對,7月的期貨14530到40 對不對,你去獲利了結 今天獲利超過了100點 正式的獲利大概是120到110點 中間突破14501的時候 我們建議大家你口數多的你就獲利一半嘛 對不對,就這樣子 今天簡簡單單 把這120點、110點獲利了結賺下來 你做一口的人對不對 你再賺2萬4 2萬4到2萬2左右 對不對 這個好像好像18萬吧 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不多講了 那我也跟大家講 其實這幾天國安基金進場啊 事實上有一些事情跟以前不一樣 那我也希望這事情 不是只有這幾天不一樣 這兩天除息的股票跟以前不太一樣 以前只要除息就會貼息 一除息就有一堆人去砍他 台塑、南亞不就這樣子嗎 對不對 聯發科、聯電都一樣啊 但這兩天的欣欣跟中砂 還有包括今天的漢磊喔 感覺上是有開始不同的表現 對不對 那大盤有沒有機會 對不對 收復月線14762 或季線的15795呢 我們希望是有機會收復啊 因為說真的 再跌下去 你再說這些大公司們啊 心理壓力比你更大 我們也知道行情不好 我們也知道景氣不好啊 對 你看昨天 對不對 前天 鴻基的老闆 買那麼多自己的股票 他都在擔心了嘛 好不好 那當然今天其實也有新聞是說什麼 金管會的護盤兩招出手啊 當然這個東西 包括說2020年39日的時候 他有一些救失過失 救失 鼓勵企業十字庫長股 對不對 放寬抵腳 擔保品的範圍 那這一次呢 一二都成立了 那第三個還沒做 這個限制借券賣出啊 然後這個鼓勵自行商造勢啊 然後鼓勵自行農業逢地買股 這都還沒做 但至少有兩樣都做了 對不對 你看這一次是高通通升息 讓全球經濟衰退 那我跟大家講 這一次全球經濟會衰退 其實很大的功勞到冠給拜登 跟他那些人 對不對 那些費的那些官員 他就是要給經濟死嘛 人為的經濟衰退 我相信很久以來沒有出現過了 好不好 那當然呢 下一階段 市場預計啊 要採取限空做事 就這樣聽出來了 所以有些人的看法 就是說 是不是現在趕快去放空 因為之後就不能放空了 我倒認為不必啊 對不對 不用什麼事都做到極點 如果你一定要放空 我也跟大家講 期貨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你空在期貨 你要怎麼樣 我們這邊不是中國啊 管不了你空期貨 中國會管喔 我記得有一年 中國不是跌很兇 對不對 動不動就熔斷的時候 我有朋友 這個從中國跑回來啊 他說他差點被抓去關啊 哇那很可怕 中國會 但台灣是不會的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講 為什麼標題寫了 股票加期貨加速獲利嘛 對不對 萬一遇到下跌的趨勢 當然不會 不會像這個 剛好上升我們就做一下 對不對 遇到下跌的趨勢 我告訴你 期貨真的是讓你好賺很多 你也不用擔心 個股有沒有券可以空 對不對 沒有券可以空 你要怎麼辦 對不對 沒有券啊都被那些大戶拿走了 我也講過嘛 這檔股票 對不對 四七五五 這種中小型的股票 第一天開券的時候 我請問你 有幾個人接得到券 有幾個人拿到券 很少啦 人家大戶都拿走了 對不對 然後呢 怎麼會忽然從券爆針 我請問你 都人都已經講好了啊 那你如果小戶 你怎麼空得到 對不對 你看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對不對 券也很少 支也很少啊 券也很少 支也很少啊 第一天開券 大家就拼命跑去空啊 對不對 這一天啊 這一天啊 對不是對或不對啦 好不好 不對或不對 但是你可以知道 人家比你厲害 你空不到 他空得到 好不好 那當然呢 昨天主要是跌金融跟能源 為什麼 經濟衰退嘛 對不對 昨天美國又有兩個數字 又倒掛了 我懶得知道了 兩年跟五年 還兩年跟十年 什麼等等 又倒掛了 對不對 大概有啊 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有 美國這邊 又兩個倒掛嘛 這裡有寫到 兩年跟十年期已經倒掛了嘛 現在五年期跟三十年期也倒掛 這是 今年六月底以來首見啊 再度加速了什麼 投資人對經濟快稅的擔憂 那昨天為什麼美國 你說昨天為什麼美國 這個科技股最後竟然翻紅 為什麼 要感謝那兩位英王啊 對不對 哪兩位英王 對不對 對 對 沃勒跟布拉德嘛 這幾個英王嘛 對不對 費德的官員 他出來告訴大家不用升四馬 因為升四馬 四馬是升一%你知道嗎 百分之一耶 多久以來沒看到百分之一了 對不對 你看到布拉德告訴你說 他認為升三馬有很多優點 他現在反而怕升四馬了 對不對 因為現在大家猜四馬 華樂 這每次都有投票選的華樂 對不對 也請教說升三馬就好對升旗四馬 抱持開放態度啦 那他們一樣一講之後 Fed Watch馬上降下來 大家記得昨天跟大家講的時候 是大家已經多半而言都認為升四馬了 對不對 現在怎麼樣 又調回來升三馬 現在認為升三馬的在百分之五七點二 因為升四馬對經濟的傷害性 鐵定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昨天拜登其實也講了嘛 那個是過去的數據 那個還不含汽油跌下來的數字啊 後來汽油是跌下來了 沒有錯吧 對不對 所以會有這麼嚴重嗎 如果沒有這麼嚴重 或許還好 但如果真的這麼嚴重 我說真的 那很可怕 對不對 那很可怕 好不好 當然我說真的 這我已經講過了嘛 對不對 如果經濟衰退 能源還需要用到能源嗎 每個人結衣縮死啊 好不好 每個人結衣縮死 那雪佛龍沒有機優出來告訴你 對不對 他說 油價下跌是短暫的 市場供應吃緊 那但是 你看雪佛龍有沒有跌 照跌不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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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從這個 Jim Climo講完之後 你看 對不對 六月九日六月八日講的嘛 雪佛龍不知道跌到哪邊去了 一百八跌要一百三十五點四 對不對 連巴菲特最看好的西方石油 七十塊跌要剩下五十七點二三 跌得非常的慘 所以如果不景氣的話 這些都跑不過 你放心好了 對不對 不景氣 你改用走路上班 我跟你講 一定是這個樣子嘛 好不好 一定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希望不要真的是不景氣啊 甚至你看到 今天這個新聞 你看這些壽險股今天也很慘啊 對不對 今天 國泰已經跌了百分之1.89% 我也跟大家講過了 這種壽險股就是反彈 你要趕快出去換股票就對了 對不對 誰叫你去存國泰金付放金 都不是我啊 現在大家都說不能存嘛 好不好 有七個壽險 尚未收到二債的利息 已經提列了1148億元 當然他不只投資這麼少 甚至今天還有告訴你 一家公司叫三商美邦能售 這我以前就罵過的 三商美邦 2867 對不對 有夠慘的 他今年就要增資兩次了 快要掛了 但是我告訴你 這還不是更慘的 給他知道更慘的東西是什麼 因為你不知道他受險股 那才危險 好不好 當然這些受險股 你要去怪 怪誰 你要去怪惡物戰爭 對不對 那防疫險的 你要去怪誰 你要去怪疫情嘛 你不如怪陳時中好了嘛 好不好 你看到這麼多人都確診了 對不對 我今天下午的時候跟我一個好朋友 當年 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跟他一起做的 他現在是 台灣幾個上市公司的老闆 對不對 他今天跟我說他也確診了 對不對 真的 確診 不知道他有沒有保險我不知道啦 我不曉得 對不對 我有保險 我跟大家講過 我有保這個造風殘險 那當然包括 惡物戰爭 你看 這些要怪拜登吧 沒有錯吧 沒有惡物戰爭 也沒有今天嘛 你看這些受險 也不會受不到惡債的利息 對不對 不會有這種事發生嘛 也不會因為 你看到 如果說台積電 戰到過去告訴你 第二季那麼好 第三季去旺的話 今天是不是台積電 應該漲個8%9%的 沒有啊 沒有漲那麼多 對不對 今天要不是國安基金進場 台積電說不定漲1%而已 我跟你講 真的是被這些總理經濟因素給害死了 我只能這樣跟大家報告 好不好 你看 全年美元營收會比去年成長34到36% 你不要忘記今年台幣還貶值 那成長幅度是更大更大 也是看到HPC等等 所以今天你看到這個什麼 世新啊 創意他今天繼續漲 對不對 那也有意思在這裡 這是 陸行之講的 他說現在是半導體大通膨 為什麼這麼說呢 對不對 他說啊 英特爾說 竟然要10月1日開始 要反應 要上漲CPU的價格 大家知道英特爾賣得不好 其實理論上應該要降價的 沒有耶 他說這是半導體的通膨 大趨勢要持續下去 那明年到底是半導體通膨的反應成本提升 還是全球金面轉落的降價輕庫存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這是一個非常混亂的一個經濟市場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混亂的經濟市場 好不好 真的非常誇張 對不對 你不知道嗎 那當然你說半導體轉摔的 我也跟他講 這位圖辦跟他以前專門在寫利多的 對不對 他今天告訴你半導體市況轉摔 你看這一次台積電創新高也是他寫的啊 對不對 他告訴你半導體的市況轉摔 當然 大摩去砍半導體的目標價 那不意外 那不意外 連他最喜歡的新堂都砍到168了 這真的不意外啦 好不好 這真的不意外 對不對 但你看到也有這種新聞啊 其實我在這一期的Fairman上一週刊 禮拜四發行的 我還跟大家講 其實我還是看好瑞育跟聯發科 對不對 只要等到下一個循環上來 他們的股價又要上來了 而且老實說就以瑞育來講 對不對 所以就以瑞育來講 投資朋友 我並不是推薦你現在去買瑞育 我們請大家看一下其實 應該說怎麼樣 應該說疫情之前他股價漲在哪裡 投資朋友 這裡嘛 大概是在一百 這邊是一百六十二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疫情之前在哪裡 應該這麼看啊 對不對應該這麼看 不要看到四百三十二 二七三這裡啦 疫情之前的高點二七三 我認為疫情之前的高點 就是他的最大的保護傘 對不對 而且這幾年的這個 應該說這幾年的這個什麼 晶片啊這個技術進步那麼多 他難道不會值超過兩百七十三嗎 結果你看到對不對 現在才只有三百三十二元 如果下一波的景氣再來的時候 他會不會有機會回到四百五百或六百 對不對 之前多少錢你看 之前六百二十一元 我覺得機會不小啊 畢竟他們是全世界競爭力的 同樣情況 3034的聯勇也是啊 對不對 當然聯勇其實在疫情之前最高點 大家多少 你看疫情之前最高點在這邊 來給大家看 二三九 現在多少錢 你看清楚一下 現在多少錢 現在二四五耶 你要他跌到哪裡去 你要他修正多久 我真的不太相信 好不好 同樣情況之下 對不對 比聯勇更好的是最頂 我在這一期的非凡三十三 寫得非常清楚 當然最頂的股價就比較不值得參考 為什麼 他之前在新貴嘛 對不對 但是你要知道 有些公司啊 你只要他是 他有進入障礙的公司 他有進入障礙的公司 他規模夠大了 你只要下一次的景氣上來 他們反彈幅度會很快 你放心好了 好不好 你放心好了 好不好 那鴻海公告 投資紫光 現在說投資人會要查 他查完就還不給你投 他會不會投 對不對 就是明修暗道 暗渡成昌嘛 那沒有什麼好講的 對不對 那你們要看就看就看好 好不好 當然也有包括 其實我們跟大家講 這是我們核心持股之一的台達電 台達電啊 監測是我們核心持股 欸 有歐系外資喔 是升平台達電 目標價是怎麼樣 上看三百二十元 對不對 這歐系外資把它調升到優於盜盤表現 之前可能不看喔 台達電 畢竟我們知道 台達電六月份的營收真的表現到相當的亮麗啊 月增5% 年增23% 而且你要知道 台達電其實以股價來講 它股價真的是很強 你知道嗎 它股價真的是很強 強到什麼程度 強到什麼程度 給大家看一下 對不對 欸 五月份的高點啊 它幾乎都站上了 對不對 它幾乎都站上了 為什麼那麼厲害 因為它的前景好啊 目前全職前二十名的 只有三檔在月線上 台達電統一跟核泰車啊 台達電是其中之一 那你說啊那我買核泰車好 核泰車也很好 每年獲利很穩定啊 投資朋友 你知道今天有一個新聞 大家看到新聞都沒有報 但是我剛好有看到 不好意思 我剛好有看到 不好意思 這是蘋果的新聞啊 被防疫保單太慘了 核泰產 防疫險呢 賠了150億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這新聞長什麼樣子 在這裡 五小時前就有了 好不好 核泰產前要賣大樓付防疫保單的理理賠金啊 真的好慘喔 真的好慘 真的好慘 真的很慘 原認總經理請辭了 然後呢要去代儲分不動產 然後呢去付保單理賠金 那這邊又寫到 另外蘋果是寫在哪裡 差不多啊都寫都一樣啦 昨天呢 董事會寫的嘛 那這部分呢 損失哪裡要認 我問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來給你看 來給你看 核泰產險的大股都是誰 叫做核展投資 你說核展投資我不認識 一筆勾銷 我們不認識他們 一筆勾銷 持股99.8% 核展投資誰投資的 投資朋友 來這裡 核泰車轉投資核展投資 在這邊 好持股100% 持股100% 所以呢 他賠多少他就跟著賠多少 好不好 你們看 核泰去年賺了162億 對不對 但殘險第一 上半年就幫你賠150億嘛 我新聞沒有解讀 解讀沒有錯嘛 對不對 解讀沒有錯嘛 解讀沒有錯嘛 料150億嘛 料150億嘛 這裡這裡這裡沒錯 料150億嘛 我新聞沒有解讀錯誤吧 恐賠物150億 那誰要認賠 誰要認賠 除了賣大樓之外 賣大樓咧 充實資本嘛 沒有錯 誰要認賠 不要說我講的耶 不要說我講的好不好 那 浮泰車的股本 股本多少 對不對 股本多少 對不對 應該是54億吧 不是540億嘛 對不對 大概54億吧 54億吧 EPS賠多少 超3塊而已 沒有 30塊 30塊 但這不是正在EPS裡面 這可能是正在禁止什麼等等 這我不管的 反正 你等著看嘛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就跟某一個 汽車大廠一樣 我跟你講 他轉投資 新安XX 海上XX 那家賠的可能沒有到150億那麼多 但是也賠很多 有法人預估 EPS在-4左右 那這個EPS就不是-4了 你可以知道 真的 這不就用EPS算的 對不對 禁止少了150億 大概是這樣來看 結果 這幾天很多人還瘋瘋的 在買這些股票 我說真的 你就自己保佑吧 好不好 你就自己保佑 我沒有跟你講什麼 你自己保佑自己 好不好 有時候講真話 你不太想聽 我講的是真話 好不好 對我講的是真話 你看不懂 何泰 何泰禪的大股東 叫何展投資 我幫你查給你看了 那你就繼續去買你的核泰車 我不管 好不好 那回到我們要跟你講的 我說 環境進場是有一些大型股 但是這裡就怎麼樣 低買吧 你買好的股票 買值得長線投資的標的 對不對 三個月之內 落底機會大 這沒有錯 好不好 所以還是要選擇會創新的 有新需求的成長股 你才能避開風險 這樣你了解了嗎 那你看到今天 你說在今天那個 景碩沒什麼動 在今天動的是什麼 新興 不管是新興 或不管是南電 不管是景碩 那都是我們會員持股 對不對 說真的跌到這麼深了 如果明年還是很好 請問你 你該不該利用低檔買回來 我認為當然是肯定的 對 當然是肯定的 對不對 包括像華通 這是我們過去的老朋友了 50元我們出掉了 沒有錯嘛 我跟他講 就50到40來回去操作 50元我們出掉了 現在又逼近50元了 又很多人在問華通能不能買 我認為不用了 真的 對不對 不用了 有得賺就好了 那昨天新聞就提到了 華通的美性新品 忘記可期 我也講過了 華通其實今年接的新利單 是做什麼 做軟板 對不對 當然是做穿戴式窗子的軟板 但你要知道 台灣那兩家 做軟板的公司 一支叫什麼 台俊一支叫什麼 這個叫真理 高級這麼高 對不對 高級都一半而已 是不是會有一些資金很聰明的 跑來買華通 這我當初跟你講的 所以我們當時也做過華通了 只是說接近50元 50元以上我們就走掉了 就這樣而已 對不對 那種我不看了 華通今年還是很好 有低檔要買再買 我也跟大家講過 談不好 或者是這種 遇到金融喊笑的時候 最好的方式 是買什麼 對不對 最好的方式就是買龍頭股 對不對 就是買龍頭股 好不好 那我現在華通 對不對 那最後一點時間 我也跟大家講 今天有一個人很開心 叫什麼 我學弟很開心 為什麼 因為今天漲了112點 對不對 我也跟大家講 今天光台積電 股價漲了3% 我們從業啊 就是我學弟 對不對 他重金大買了0050 聽說昨天進去加碼 他終於解套賺錢了 好不好 終於要賺錢了 那我說真的 很多人就忘記了 他年初 教會員一路買下來 買了一堆股票都買到掛掉了 什麼友達 連電台聖科 博智 光照 你都忘光了 你全部都忘光了 對不對 好不好 你全部都忘光了 但是我跟大家講 就行銷來講 他是非常成功的 那我跟大家講 我不必要這樣子啊 我會有人說 老師你不是跟他拼了 我說沒有什麼好拼的 對不對 我與有榮焉他我學弟耶 對不對 我們正大學弟耶 我們不是在賭行情 我們是在低檔選好的股票進場 請問你全市場有誰跟我們一樣 常年操作了建設原泰台台達電 我相信很少很少 都是沾了一點就走嘛 欣欣沾了一點就走 南電沾了一點就走 但是我們在拼大行情的 我反而認為現在機會來了 好不好 我反而認為現在機會就來了 對不對 那再來我跟大家提到 你要在做期貨的人 你必須要先記得這件事情 不是看節目老師都會在那邊唬爛 對不對 看清楚你戶頭自己的錢 還有抬頭看到指數報價 我們剛剛講過的 今天其實很簡單 對不對 今天其實很簡單啊 投資朋友 有沒有很簡單 我請問你 今天看開盤 對不對 掉下去的時候 我告訴你 今天是1440年保衛站 有國安基金事實上 第一檔反而是買點 投資朋友 我們看了半天 沒有看半天 看了十幾分鐘之後 進場了 對不對 然後怎麼樣 我跟你講 縮盤前一點 我說真的 我有講過 為什麼 多單要出早一點 空單可以壓久一點 我們昨天跟你報告了 為什麼 給大家看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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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下跌的時候 對不對 要撐久一點 要多賺一點 上漲的時候 我們少賺一點就先走 為什麼 我講過了 因為上漲多單 每個人都想下車 散戶只做多 所以我在做多單的時候 我相信散戶也在做多單 但下跌的時候不一樣 下跌我在做空單的時候 散戶應該是做多單 那這些做多單的人 會想拗到最後 看能不能少輸一點再停損 所以下跌的時候 我可能會撐到 1點30分 再叫會員把多單獲利了結 但上漲的時候 我可能一點 我就拍屁股就走了 對不對 今天也是一樣 今天是不是 對不對 一點的時候 給大家看 今天一點的時候 對不對 我們也是怎麼樣 一點的時候 我們就走了 沒有錯吧 一點的時候 我們就走了 我們要撐那麼久 而且今天禮拜五 你看到最後結果收盤多少 我們這邊還出到 14530到40 你看一下收盤多少 14477 速速去擦 沒有沒有 14475 速速去擦 14475 對不對 數字那麼難看 你有145幾可以出 你會出144幾嗎 沒那麼笨吧 沒那麼笨 好不好 我剛剛講的 對不對 這樣漲的時候 我早一點出 原則上不流倉 因為現在看不到 趨勢在哪裡 對不對 我們就做當衝就好了 那下跌的時候 我跟他講 因為散戶還是做多單 散戶會想要留到1點30分 再看大小 所以我們會撐到1點30分 再走 好不好 所以連續幾天你可以看到 這昨天吧 沒有錯 這昨天吧 1月14日 對不對 我們1點18分才走 對不對 當時我跟大家講 一大早人家跟我講 有人會互盤 沒有急殺就不會急攤 所以 趁殺下來我去買多單 投資朋友 沒有錯吧 對不對 趁殺下來我買多單 14230到14220 收盤前14400到14390 簡簡單單 對不對 結果收盤完之後 它又掉回來了 對不對 運氣那麼好的事情 對不對 然後呢 在前一個交易日 12日 對不對 前兩個交易日 我跟大家講 前兩個交易日 11點23分 我們就收了 我們就收了 對不對 我們就收了 那當時我跟大家講 很久沒有看到這麼閒惡的行情 一除期大家要拼命放空 那聯電華新跟什麼聯發科 台幼集團沒有停止的跡象 真的很慘 也還好 國安基金後來13日就要進場 看起來行情是有扭轉的喔 看起來是有扭轉的 我希望是真的扭轉的 好不好 希望真的扭轉的 對不對 13日當天 我們也有賺到50點 好不好 我們也抓到50點 大概是1點 多半都是1點到1點15分左右 就把扭轉寬塊來照 除非它跌太快 好不好 除非跌太快 好不好 這裡當初的 7月7日的時候 我們也跟大家講 對不對 示範每天給你看都沒關係 好不好 那一天240點 示範給你看都沒關係 對不對 你看到12點29分 我已經 收場了 為什麼 240點了 好不好 那這些東西 給大家做參考 這昨天我們沒有砍到的 建設 我們常見看好建設 這昨天跟你講了嘛 今天建設我們繼續漲 對不對 這種核心持股啊 這沒什麼好問的 好不好 這沒什麼好問的 建設新聞一堆啊 6月份一直都創新高 對不對 建設均熱片的出貨量爆發 這都不是我捏造出來的吧 好不好 這都是建設新聞 對不對 建設 我跟他講 少數投信持股那麼多 還竟然沒有被砍的亂七八糟 你看元泰 你看那個什麼一大堆股票 喔 這邊砍了亂七八糟的一大堆 什麼元泰 對不對 3624 那個什麼光潔 你看光潔有告訴大家 明明很好的公司 欸 好在我們出在88到89 好在我們有出欸 不出的話 被K死啊 對不對 被K到爆炸了 好不好 然後這邊 台運部分 昨天我們看到 這個外資買很多 但是我告訴你 那個外資都假外資啦 這不用拆也知道 那我們跟他講 對不對 長榮公告 營收創新高當天 我們建議會員出一半 我們等低檔再買就好了 你說國安基金不會買景氣循環股 那不重要 我告訴你 那不重要 那真的不重要 我們去買夠便宜的股票 我們不用國安基金拉台 股票也會漲 你放心好了 好不好 這邊我就不多講了 對不對 昨天漲 漲的時候是因為 研議才講 今天研議才沒出來講 今天就不漲了 你就看那麼短就好 我也沒辦法 好不好 對不對 這我不講了 那我們跟大家講 現在我們 建議投資朋友 對不對 2008年的金融海嘯 我們是 帶著會員活過來的 我很了解散戶的心態 散戶其實 你也不能說他不做空 低檔的時候 就有人要來問他做空 在高檔的時候 大家拼命做多 我說真的 過去這十幾年 一堆存股達人 只會做多的 叫人家買七八十塊錢的聯華 欸 投資朋友 沒有了 好在 不就好在 我有跟大家講 存股票存那些股票 什麼聯華 對不對 什麼鮮活 欸 拜託一下 存500元的鮮活 你真以為啊 你真以為自己是神嗎 500元的鮮活在那邊存 對不對 最好笑是存那中華石的 我說真的 你存中華石 你說老師 中華石沒有疊 好厲害喔 那個做豆腐的 做豆腐的 做豆腐都沒有疊 我請問你 你今天有 有個二十張好不好 兩百萬嘛 你說存股 兩百萬好不好 存個二十張 你知道 你存個二十張中華石 你一年才賺多少錢 你知道嗎 兩百萬中華石啊 二十張呢 一張配三千塊 二十張才配多少 六萬塊 你根本不夠你吃飯 你知道嗎 那如果好嘛 我臨時有急用 比如說 我的誰誰誰 可能需要去住院 需要十萬元 我要賣 對不對 我要賣個 賣個中華石 對不對 還好啦 如果是十萬塊還好嘛 簡單賣一張 如果我需要兩百萬一次 把它賣掉怎麼辦 我請問你 今天才成交十九張啊 對不對 而且你不要以為沒有跌 同志朋友 有跌給你看啊 他們也是跌了三成以上 你不要以為沒有跌 對不對 七八十塊叫人家純蓮華的人 一堆人啊 我二十元不到跟你講蓮華 你不信 對不對 中頂 我會跟大家講嘛 區間就是五十到三十嘛 這我講過的東西 這我講過的東西 你都還記得嗎 五八七六 五十幾塊錢的時候 某位分析師 每天都說他在那邊講 上海商品 現在剩多少 剩四十八塊 你不如等破三十五再買好了 真的很多東西就是這個樣子 好不好 不多講這些 我跟他講 下跌趨勢是齊全發揮的最大時機 你不用擔心空不到股票 那我們跟他講 沒有錯 未來三個月 根據經驗來講 國安金進場後三個月之內 台股會落底 你可以選好股票買 但這三個月之內 如果是下跌趨勢的話 你用期貨 你可能可以賺到更多 所以我今天標題叫什麼 叫做股加期加速獲利 希望投資朋友 當然呢 如果願意這樣跟我們一起賺錢 趕快把這個機會 祝大家操作順利